这天小迪家放学回家 正高高兴兴在路上走着 突然 他听到前面有黑暗炸鸡和怪兽的声音 他觉得大事不好 自己要有危险了 于是赶紧绕到小树林里看看情况 居然连贝利亚也来了 看来真的有危险了 小迪家虽然很害怕 但是想到有很多小伙伴喜欢他支持他 他还是勇敢地朝他们走去 看起来很帅啊 你们愿意为他强烈点赞吗 你们快走开 我要回家吃饭 想回家可以 把你的奥特勋章拿过来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 我也有我的小伙伴 你们出来吧 哎呦我爹妈呀这么小 你们这帮小六 觉得小的抠666啊 杂鸡你看这样还小吗 这也不够高啊老铁 你还是让你的小伙伴们 再给你送点爱惜能量吧 我看谁还敢支持你给你强烈点赞 肯定会有人支持我的 炸鸡你看好了 炸鸡你看这样够不够大 再不让我回家就把你们猜扁了呀 哎呦你妈 我爹妈呀 这个迪迦好奇怕啊 你们赶紧上 我去上个WC 以后也回来 炸鸡和他的小弟下得赶紧溜了 只留下背老黑下的双腿巴软动不了了 关注大奥 下期带你看更有意思的奥特曼 那边 随着 反面 一起遠够 很多